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我是夏凡哥哥 很高兴和大家再次在空中相会咯 没有想到 本来基电已经当了大家的领袖 在他之后 却只剩下亚比米勒 还用暴力的手段 当了大家的首领 而基电的七十个儿子 除了亚比米勒以外 就只剩下一个 好不容易逃脱的约谈 他也只能发发咒诅 就躲起来了 可是亚比米勒 可以这样猖狂下去吗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 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当约坦咒诅了这些跟着他哥哥 亚比米勒一起造反的百姓 自己就赶紧逃到了比尔 住在那里躲了起来 接下来 亚比米勒统治了整个以色列三年之久 过了三年 本来支持亚比米勒的那些事件人 不知道怎么的却反目成仇 这个时候 事件人他们就一起背叛了亚比米勒 就这样 按照约坦的咒诅 亚比米勒和原本跟他一起 杀害基电那七十个儿子的事件人 他们按照咒诅成了仇敌 暗地里 事件人准备一起在山上埋伏 要杀掉亚比米勒 也顺道抢劫所有经过这条路的人 他们就聚集起来 开会讨论这个暗杀的计划 事件人当中 离别的儿子 迦勒和他的兄弟们 回来到事件 当地的事件人很信任他们 他们一回到家乡 就带着他们一起去葡萄园 采葡萄 酿酒 大家伙就给他办宴席 给他们接风 这个时候 这群朋友一起聚集到他们的神庙那里 而这场宴席就摆在那 当他们开始大吃大喝起来 果然酒过三巡 嗓门跟心情都特别的大开 大伙就一起骂起亚比米勒的 没有良心 忘恩负义的事情来了 这个时候 以别的儿子迦勒就说 我们世界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那个无赖呢 他是谁呀 不过就是积淀的儿子罢了 还有那个什么西布勒 不过就是他的小罗罗 我们干嘛去服侍他们呢 想到这儿 更是现场群情激愤了 此起比勒的对亚比米勒就大骂起来 迦勒这时候挥挥手 让大家安静了下来 就继续的说 现在你们一定要效忠你们的祖先哈姆 是他建立你们这一组的 就由我这个哈姆的子孙来带领大家 一起除掉亚比米勒吧 我们一起对他宣战吧 这个消息也传到当时事件城的首领 希布勒那里 他听到之后非常生气 于是他赶紧派使者到亚鲁玛 去向亚比米勒报告这个消息 对他说 那个已别的儿子迦勒和他的兄弟回到世界了 他们到处去山东城里的人反对你攻击你 所以邀请您趁着夜间 暗暗地率领您的部下去埋伏在郊外 明天一早天一亮就突击这个城 迦勒和他那些叛党出来迎战的时候 您就趁机轻全力痛宰他吧 亚比米勒听了希布勒的报告 就趁着夜间率领他的部下 分成了四个队伍 他们埋伏在事件的郊外 亚比米勒和他的部下一看见迦勒出来 站在城门口 他们就从四面埋伏的地方冲了出来 这个时候迦勒也远远地看到了 就对希布勒说 你看 有人从山上下来了 希布勒就回答说 不 你看错了 你把山的阴影当作人咯 原来希布勒虽然知道迦勒密谋叛变的事情 却一直假装不知道 还接待迦勒把他引到城门口去 过了一会儿 迦勒看人影越来越近 情况是不太对 又问希布勒说 喂 你看 有人从山岭中下来了 有一队从那个占卜巷书那条路冲过来了 他看着那快速移动的人影连退了几步 希布勒却把他往前推了出去 对他说 你不是在那大吹大擂吗 对大家说我们何必服侍亚比米勒 那些冲上来的部队就是你所看不起的人呢 去吧 你去迎战呢 希布勒带着他的人退进了城门内 把迦勒还有跟随他的事件人 统统赶出了城外 迦勒眼看这一仗是退无可退了 就奋力率领着跟着他的事件人往前去迎战 去跟亚比米勒的伏兵们打仗 当然这一仗一定是打得灰头土脸的 迦勒这一帮子人是边打边逃 亚比米勒毫不放松地追击迦勒 务必要将迦勒这一党的人斩草除根 最后还是让迦勒逃跑了 可是这回伤亡的事件人很多 甚至都堆到了城门口去呢 亚比米勒回去了 回到他所住的亚鲁玛 希布勒则把迦勒和他的兄弟们 都赶离开事件的地方 不准他们再住在那儿 而第二天 这些逃出来 还有被赶出来的事件人 都往城外的郊野们聚集起来 亚比米勒发现了 他就把部下分成三队 又去埋伏在城外的郊野的地方 想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他一看见那些百姓 开始聚集在城外的地方 就赶紧从埋伏的地方出来 全力冲击击杀他们 亚比米勒自己率领了一部分的部下 冲往城门的地方 攻打事件城 也不让他们往城里去冲 而另外两队各冲到了郊外 杀进了在郊外聚集的民众 亚比米勒狠狠地打了一整天仗 还反过来 把跟加勒密谋叛变的事件城给毁了 杀了城里的居民 拆毁了这座城 而且在地上撒了盐 表示让这块土地以后都寸草不生呢 西部的这时候 早就已经移到别的城镇去了 所以亚比米勒才打算 要把事件城整个毁掉 来杀鸡儆一番 当城被攻破的时候 在事件城堡里的首领听到这件事 赶紧躲进巴黎比利图庙的地洞里面 亚比米勒搜索了好一阵子 有人就跑出来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亚比米勒 于是他就带着部下下到萨门山 神庙的所在 他拿着一把斧头砍下一个大树枝 扛在肩膀上 也叫部下们赶紧都照着他做 于是每个人都砍下一根大树枝 跟着亚比米勒 把树枝堆在那个地穴的门口 叫他们放火烧这个地洞 这一把火不但烧死在地洞里面的人 连着躲在事件城堡里面的人 也都给烧死了 亚比米勒这下子是杀红了眼 不但是事件城 他要继续往提贝斯 一座与事件有相当密切关系的城镇 他攻下这座城 剩下的人男男女女 首领百姓都躲进当地一座 坚固的高塔之中 他们把门尖密地关好 接着都跑到塔顶去躲着 亚比米勒派兵强攻这座塔 他自己也走进门口 准备放火烧塔 这个时候 一个当地的妇女看到了 一急 就丢下一块大魔石 没想到这么准 就直直地打在他的头上 把他的脑袋打破了一个大洞 受了重伤的他 急忙叫帮他拿武器的年轻的侍从来 就对他说 快 八刀杀了我 我不要人说 我是被一个女人杀 杀死的 于是那个年轻的侍从 就一刀刺透了他 把亚比米勒杀死了 这下子 那些跟着亚比米勒的 以色列人看见了 就各自逃散 回家去了 就这样 上帝报应了 亚比米勒 所做那些杀害自己 七十个兄弟的恶事 上帝也让世间人 为自己的背叛 受尽了痛苦 积淀的儿子 约坦咒骂他们的话 也就这样实现了 这个靠自己暴力 当上统领的亚比米勒 终究不会长久 他的手段 让他自食恶果 所以小朋友 如果真的期待 成为一个领袖 还是得好好的 按部就班的 让天父爸爸帮助你 建造你哦 靠抢夺和伤害别人 得来的 可是很不好的呢 要相信天父爸爸的带领 就可以拥有他给你 特别的训练计划呢 亚比米勒结束了他的统治 而谁会接下来 天父爸爸的领导任务呢 我们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 再说给你听哦 可别忘了 我们空中的约会 我们下次空中见 拜拜 拜拜 儿童橘 也熟悉愛上 愛上愛我的她 也熟悉愛上 愛上愛我的她 愛上 愛上我的她 在她心笑著 也熟悉愛上 愛上愛我的她